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约伯纪第18讲 神从旋风中对约伯说话 38章到39章 最后神打破了沉默 直接的向约伯说话 利用一连串的70多个问题 指出来约伯他的无知 还有神的伟大 那么在圣经里面说旋风 这个字这个词 常常和神的显现连在一起的 神回答了约伯的话 总共有四章 中间插入了约伯短暂的 承认他自己的错 在38章还有39章相连在一起的 是对约伯的呼吁 因为他不了解 神在大自然中的一个创作 神设法拓宽了约伯 对他的理解 神并没有马上为约伯来辩护 神的目的不是要来替他解决争端 而是要来显明他自己 他也没有向约伯解释 为什么他会受苦 当他清醒理解 神把这个旨意 神的旨意向他来显明 更加的重要 神没有解释 为什么恶人兴旺 还有义人受苦 也没有提到世界的未来 或者将来对现在不公平的补偿 神只是来显示他自己 他的善良 他的能力 还有他的智慧 他想用这些来启示 回答约伯的问题 神的回答 不但让约伯了解了事实 而且更加的来认识他 这种方法十分的见效 以至于约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了 约伯看见神以后 他的困惑消失了 只有神能够提供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神回答约伯的方式非常的深奥 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深思的 那么约伯向他显现 没有来责备约伯 他只用没有知识的话 让神的筹算变得比较模糊了 纵观约伯他的意见 他的确是把神的公义 跟赏善罚恶的公平 模糊化了 那么在第二节到第三节 神责备约伯 知识有限 说话不当 不提约伯他的受苦 也没有为他来自便 只问了他几个约伯 都没有办法知道 无所知 也不能够答复的问题 神没有责备他 也没有像他的三个朋友 那么样的来羞辱他 神用话语 帮助他能够登上信心的高峰 看见神所预备的奇妙 约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在三十八章第四节 这里说 神定定大地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若领会明达 只管诉说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四节到第七节 是要来质疑神的公义 需要对一切事物 有无限的知识 包括宇宙创造的本源 大地在太空当中是没有根基的 如果不是神创造的大能 拖住了他 怎能运行而不下罪呢 宇宙起源的谜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在第七节说明 神造这个天地是次序井然 和谐而且多彩多姿 连陈兴还有众天使都欢呼歌唱 约伯不知道 这个整个大地创造 是神所造的这个经过 神从海洋转到日出 晨曦是一再重现的奇迹 神问约伯 能不能来控制他 在第十二节到十五节 用印泥 泥是可现出来的一种形状 用光印在浑沓灰暗上面 成为白天多彩多姿的世界 这些恶人喜欢黑暗 但是等到白昼一来到 他们就无所遁形了 晨光如其的出现 不会受人的指挥 指着说这个晨光 普照了大地 把恶人都驱逐出去 声东地比喻了 恶人是厌恶亮光的 因此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恶人就要消失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说 他指出来 冰血之类的这种自然现象 是人类多年而来的迷 但是对神来说 这不是什么秘密 血暴为神储藏备用 那么在二十二节到三十节 约伯连常见的东西 好像雪还有暴 风雨闪电霜 还有冰都不认识 那么在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神叫这个雨水降在无人之地 使他充满了生气 这些都是跟人无关的 显出来神的主权 还有约伯 他的视野实在是有限 那么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人能够把众星结合在一起 成为如此明亮的毛星座吗 又能够解开参星座的带子 让诸心散开吗 神把众星铺展在太空中 人能够吩咐他们改变轨道吗 答案当然都是不能的 只有像握有神同样权能的人 才有资格质问神 管理世界的方法 因此我们看到 在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星座都在神管理之下 各种类的星 好像被带连结而成为星座 人是不能够把他们分开的 那么我们看到 在三十八章十九到三十八节这里 强调神他的维护治理的能力 约伯并不能够控制气候 护理这些被造之物 而三十八章三十九 一直到三十九章的三十节 神在这里把动物王国的奥秘 摆在约伯的面前 让他更明白他自己是无知的 以及他不能够胜任审判者 去审断神的作为 那么在三十八节到三十九章的三十节 叙述禽兽生活的奥妙 以见证神的权能还有慈爱 那么这里提到的有狮子 乌鸦 野山羊 野驴 野牛 鸵鸟 马 苍蝇 大鹰等等 神继续向约伯来描述 从三十八章三十九节开始的动物界的奇迹 你知道吗 强调约伯的无知 还有神的智慧 人是没有办法来理解 神所创造之物的 那么在第一到三十节里面 神透过野兽的特性来结问约伯 野生动物 幼崽子的这些智力 是他的能力是令人称奇的 他的肥状 意思是他很健壮 幼崽子在荒野长大 不久就离开了母亲 这一种奇怪的现象 丝毫不依赖人的智慧跟计划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显明的智慧慈爱的神 他所做的 使得人很惊奇 神的谋划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 下一章里面所提到的 说野驴还有家驴 他们在气质 利器 敏捷性 还有形体上都有区别了 由于他们都是野生的 所以完全不受人的影响 神想要教训约伯的 也许就是这一点 让他看到 这些都是我在养活了他们 第五节到第十二节 神赐给野驴自由 野牛利虽然大 但是他不能够服务人 但他们都是受管制于神 岩石地区是野驴的食物来源 它在许多其他动物挨饿的地方 生存了下来 从人类看来 鸵鸟并不关心它的幼竹 没有好好的去掩盖 浮化他们自己的一些蛋 鸵鸟 这一种好像他们缺乏智慧的行为 其实这也是神的计划 就如同不前进的人 所受到的考验一样 在约伯看来 好像很不合理 但其实背后有神 按他自己的智慧 来安排他的目的的 那么我们看到十三节到十八节 人认为鸵鸟疏忽 看顾他们所生的蛋 但是神指出他这一种笨拙的鸟 也是神所造的 那么这一节经文 让我们对鸵鸟展开了翅膀 朝向了南方 可能是在进行他本能的迁移 给约伯的问题是 这些鸟类做了这件事情 是不是借着你的智慧呢 神是否在问约伯 能不能将这个本能赐给受造物呢 但这就意味着 约伯他就是造物主了 这当然不是我们这里的论点 神是否在问鸟类的迁移 是不是约伯的控制底下呢 在人类对他的环境 有限的控制能力 与神完全的主权之间 他有无限的差异 当然这些讲论 就是一个主题之一 意思就是说 约伯对这些鸟类 他们的迁移 他没有办法来掌控的 这些都是神造他们的时候 让他们有这个本能的 大鹰上腾在高处大窝 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约伯记39章27到30节 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大鹰的最后一个问题 得到了确认 这一种鸟飞得比其他的鸟还要高 并且将它的窝建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是由于约伯的吩咐吗 这个能力是只有神的恩赐 这个成就就是出乎约伯意料之外的 对秃鹰的生活方式 生动的描绘 不受原文困难的影响 神把约伯的注意力 从这个冲锋的战马 转到猴鸟阴阙 是约伯赋予这类鸟在冬天寻找 暖和气候的本能吗 当然也不是 他再一次的体会到 神无法测舵的智慧 26节到30节 鹰雀和兔鹰的一切举动 都是出于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能够明白 约伯自不量力 想要跟神来挑战 想要跟神来讨论 他为什么有受到这样不公平 但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的 他也确认自己是无能的 这就对了 好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来谈吧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